女子比赛早上七点半发强 比赛从西安的永宁门广场出发 终点设在西安奥迪中心 参加冬将奥运会的张德顺 李芷萱在比赛中领跑 最终来自云南队的张德顺 以两小时32分31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这也是他继女子一万年之后 本届全运会拿到的第二名金牌 我想呢 本来是想跟出去的 但我感觉太早了 然后怕后面跑过完 所以就还是压了几公里 然后到后面才慢慢追上去的 第一 还是挺激动的 因为确实云南这么多年 就在马拉松项目上 在全运会当中 很长时间没有拿过冠军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冠军 就是给我们云南一个很大的鼓舞吧 然后也是一步一步的能够激励我们 其实只要是努力 其他还是能做得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